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要财政圈分析员May 上一集就跟大家讲过 一个两会方面的一些投资主题或者建议 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一下 今年投资的大方向 又跟大家再重申一下一些板块的建议 或者看法 第一个 之前也讲过是炭减排 或者炭中和的目标 关于整体这个目标的趋势方面 其实都真的还可以看 这个炭中和 其实由去年已经讲到现在 不过现在还是一个大趋势 不过现在我们需要看的是一些双类型目标的企业 要有业绩可以的 它会有一个稳定好的ROE 有一个高的毛利率等等 这些稳定性都是要有的 而且最好就要有一个垄断的地位 就是别人不容易进入到或者霸到你的地盘 或者你的市占方面等等 这些因素都会有的 因为现在始终市场不好 所以我们选择股的时候 更加要选择好的股份 才可以令到我们好像今天的市场 那么动荡的时候 都不会太紧张 或者因为知道自己持有的 是一个好的企业 第二个板法就是新能源的产业方面 之前也有说过 其实一些风电等等 也是说回一个故事 其实中国本身的资源方面 有六个字 就是赴媒 就是多媒 还有朋友 就是没有油 还有小气 就是小气体 所以炭中和这件事 其实真的除了是一个国际间的口号之外 对中国来说 真的很有需要 第二件事之外 也是希望减少对外原油的依赖 因为刚才也说过 其实中国本身是没有什么油的 现在又看到一个地缘的政治 其实更加确定了 中国是应该自己可以独立到 不用说对外面有那么多的能源上的依赖 第三方面 就是天然气方面 也是一样的逻辑 即是说现在看到一些地缘的因素 或者他们污和方面的一个影响 其实都是一个相应的一个特征 所以更加去变相去确认了 中国真的有这个炭中和的需要 整体来说 看到一个欧洲的能源问题 都还是有的 其实它也很依赖俄罗斯给它的能源 尤其是在当中的气体方面 又或者它们的能源依赖方面 都有一个问题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警局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感觉 其实很多背后的因素 去导致现在这个情况 又或者乌俄的情况 都挺有一个戏剧性的 再拉回头 第三个投资方向 都是选择一些好的 优质的龙头大公司 其实变相 都是呼应第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些 符合一个政策方面 整体大趋势的一些股份 不过 亦都是要选择好的 本身基本面好的公司 而不是好像我们以前的星市 选择一些好的板块 选择一只都可以升 我们现在就需要给更多的时间 和更多的功课 做更多的功课资料搜集 去找到一些好的公司 或者好的企业 我下一次会再和大家分享 多一些我的看法和心得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